记者邱浩唐台南报道,母亲节是一个温馨和乐的节日,但是除了人类要感恩母亲之外,神在这个日子也不能缺席。 台南神鹿二门镇门宫今日为正成功的母亲翁老夫人举办感恩活动,即由人类的游船活动插上鲤鱼祈祈福。 庙方笑说,这也算是邦国姓爷尽一番孝心为了庆祝母亲节,镇门宫今日举办游船活动,带助民众乘船游览鹿尔门西,从出海口上船一路上宿至景观大桥,再来回近五公里。 40分钟的旅途中,民众听着萨克斯丰演奏母亲真伟大,快乐的出航等母亲相关及陶海歌曲,一路聆听庙方解说这条有著母亲戏之称的鹿尔门西,曾发生过的历史与生态环境,并且分享陶海人生活及捕捞文化。 庙方表示,正成功当年率助舰队从鹿尔门西登台,并回军工大荷兰人,这个地点相当具有历史意义。 在历史意义之外,由于鹿尔门西位与河口交界处生机繁茂,许多渔民都可在此劳补各式虾屑,凤罗及活鱼,所以又被称作母亲戏,概念大地孕育的物产。 不过,庙方笑说,这次的活动除了庆祝人间的妈妈及大地的妈妈,连神明的妈妈也不能缺漏,因此在河岸旁插了些虚礼于其,取其服之意,并帮忙庙中助似神明正成功尽一番孝心。